好來 繼續來看廟歷後人的水尾山坡 昨日 只有一台車車 因為中大水來丟車 有一個人堵水失望 想不到這麼多兩天 還有民眾塞火車到山坡中心 結果這個火車也讓大水吞起 加在這車子是急時來堵勝 如果說到這個水尾山坡 是可以把車直接塞進山坡 來打壓到適用的景象 但是有很多民眾來出土協商 都不知道會中大水 結果都丟車 車讓海水吞起 三天就發生兩天 小火車丟在海沙坡 整台車叫讓海水吞吞貴 海神經院向當地民眾塞鐵骨 用塞子用火車 倒倒要求酒花 當小民眾塞火車 來後人水尾的海沙坡中心 沒有注意到海水中大水 海水因為火車的輪子吞在海沙坡 加在車做事緊急動性 另外一台來搭三天的車 輪子也吞在海沙坡 鐵骨先把另外一台車拉出來 不過因為海水的水衛生環 一直到今天這台車去海水才退路 鐵骨才把火車也叫出來 原受困車輛因受潮水影響無法脫掉 故車主與脫掉業者協調於 下次退潮時段實施脫掉 先走這裡才夠發生到車輪 吊在海沙坡的儀館 原來車輪可以經過道路 直接塞下去海沙坡 加上車是吸氣風噴熱頭的好處 這麼多人都會塞車來這裡吸氣 常常吸氣就沒注意到中大水 而且電路和退路只有六點鐘 這海沙坡如果退路 會出現兩百塊公尺海波山 嚴到海中就完全會讓海水淹過 民眾聽聽 等到車輪的輪流 就讓海水淹過才發現 嚴到那時車也已經吊在海沙坡 這次是外地人才會有這種的情形 會開下去 如果我們本地的人都不會 他們也不知道說漲草是什麼時候 退草是什麼 他只看到說有沙灘他們就開下去 吃過車子才發生到車 吊在海沙坡的儀館 民眾只為到車輛了 補充獨自貴心 三天來發生到兩邊的儀館 海神宿豐遊民眾 如果對海沙坡的環境狀況不燙 千萬五千菜入山水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